大家好我是旭哥 我是旭哥 守幽攻略 那這是合金彈頭覺醒 好那今天的攻略呢 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細的看完 那今天會分享這遊戲啊 官方認證T0最強的神角陣容 還有這遊戲最強的禮包福利 那有三隻最強的角色絕對是必抽的 所以大家開局啊 絕對要抽那三隻最強的神角 哦 那當然很多性感的妹妹 也可以大家可以養起來 哇黑絲哇性感妹 好最爽的福利最爽的攻略呢 都在這一集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 禮品嘛 對話嘛 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那旭哥來講這遊戲啊 最強的禮包福利 那首先呢在商城呢 這邊就很多禮包 像是限時的禮包 這邊有3000%超值 那3000%應該是CP值最高的 這邊有這個合金搞頭 這是拿來抽英雄啊 抽武器 非常好用的東西 然後救急的軍卡 軍工卡還有一些像是鑽石這些東西 紅寶石啊這些 這個禮包算是CP值最高的 那接下來呢 每日限購這邊也有這個 這個CP值很高的 那還有這個免費領取 這絕對是必領啊 可以拿到金幣 5000金幣 小這個很可愛的這個 胡子哥 那三會呢一樣有這個禮包可以領取 每天 福利這個也是必領的禮包 免費福利嘛 他可以提升這個聲望 那提升到上面的話 還會有額外的一些獎勵這樣 福利寶箱 這可能會給更好這樣 好 那這些福利呢 最爽的福利就分享給他這個禮包福利 那手除的話呢 給大家看一下 手除呢 可以拿到這個好用的神角 伊娃 葛蘭 免費的 還有這個 磁爆金兵的這個 頭像框 那第二天呢 有這個褲子哇 直接拿神裝啊 帥氣 那第三天呢 有這個螢火蟲的機心 稀釋品質 這個配件包 好 那旭哥來分享這個 官方認證啊 T0最強的神角陣容 那首先必推的覺得這個 斯嘉莉啊 性感的網球妹子啊 哇 香香 他直接在這個 戰場上打網球啊 好 那技能組呢 非常強勢 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是這個 完美揭發球啊 這個直接在場上打網球 然後他會這個一直反彈輸出這樣 非常強力 那練到滿的話呢 他會造成112%的攻擊力的傷害 而且會反彈這樣 然後他的反彈球呢 可以碰到的話 會再次擊出 那獲得強化武器的效果 還會再發射額外的子彈 那單發呢 是45%的傷害 那他每擁有5%的無視防禦屬性呢 還會提升強化武器打出的傷害 都是非常強勢 給大家看一下 實戰的畫面 有沒有 他這個網球會一直彈來彈去 泰神啊 官方認證最強的神角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他另外一個技能 必勝發球機兵啊 那 斯嘉莉呢 在身後這個 召喚一個發球的機兵 然後發射這個多枚強力的網球 那每次命中呢 會造成最多 電到滿的話 224%的攻擊力傷害 那被動的話呢 他可以將這個 反彈的強力網球再次擊出 一樣會有這個強化武器的效果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實戰的畫面 召喚出這個 強力的射擊有沒有 然後可以一直反彈這樣 太神了 好 所以這隻呢 官方認證T0最強的神角 推薦給大家 好那下一隻最強的神角呢 是這隻火力型的莉拉 香香的妹子 一樣是很強力啊 果然妹子在遊戲裡面都是最強的 剛才是打網球 那這個很像在踢足球一樣 我靠用踢的啊 好那我們看一下技能組 章魚電風扇 他會召喚這個機械章魚 飛到這個指定地點 造成5次 那練到滿的話 是28%的攻擊力的傷害 並且會引爆這個周圍的河豚炸彈 那造成最多呢 56%的傷害 變到滿的話 那河豚引爆的話呢 8次啊 會召喚精英河豚 他會繼承他的這個武器的子彈攻擊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實戰大概是長這樣 有沒有 然後會有這個河豚炸彈啊 什麼的 然後在上面射擊 有沒有 這個是真的很神的技能組啊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他被動的話呢 每射擊12次呢 會召喚這個河豚炸彈 可以累計4個這樣 那被動第二個呢 是他召喚物呢 造成傷害提升 那每天有5%的這個遠端增傷 還會提高他的這個召喚物的傷害 接下來下一個技能組呢 是超膨脹肥魚雷 那這個技能組會造成一個 就是巨大的河豚炸彈 然後衝撞的最多會有420%的輸出傷害 然後造成最多啊 1400%的爆炸的傷害 也太強了吧 那大河豚炸彈爆炸後呢 還會分裂出6個河豚炸彈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實戰 實戰畫面是這樣 河豚炸彈 來炸下去 烘起來他會有這個6個小河豚炸彈 有沒有 這個還蠻好用的 所以基本上也是一個 頂級最強的神角 好那下一隻角色呢 是特雷福史派西 一樣是火力型的神角 那這隻是個帥哥啊 有蠻帥的這個刀子 喔 帥氣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動作 以為是刺客啊 我靠 英俊的外表 所以喜歡帥哥的話呢 可以用這個角色啊 可能給女生用應該蠻開心的 然後他的這個技能組 斬鐵踢呢 一段的話呢 他會踢出刀坡攻擊 然後造成最多 112%的攻擊傷害 並且鎖定對方 那二段的話呢 他會這個 就是身邊存在 被鎖定的敵方 還可以進行瞬移 再造成最多168%的傷害輸出 他的被動技能呢 這個特列弗每次使用技能 會獲得強化武器的效果 那下一次呢 武器攻擊輪替呢 我這個 繼承這個武器單發傷害的 120% 我們看一下實戰啊 實戰比較了解他的實用 來 他使用這個刀坡攻擊 然後接下來會這個二段攻擊 一發然後接下來就會二發這樣 順衝過去 所以基本上是那種 順戰型的那種 很像忍者的玩法 非常帥氣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下一個 英雄的技能 戰術駭路信標 他會快速的使用電腦駭路16米內所有敵方單位 造成這個1200%的攻擊傷害 場內角一個敵方的話會標記三層這樣 那被動的話呢 是這個白刃戰 技能命中的話會增加能量值 然後這個能量值 充滿的話會強化武器狀態 持續強化武器 再來被動二呢 每用5%的 近戰這個增傷啊 會提高白刃戰的持續時間 0.1秒 那剛才說啊 他這個造成傷害最多腳練到滿的話 是1680%的攻擊傷害 表示他的這個攻擊倍率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啊 1680% 我們來實彈看看 他大招 喔 我直接瞬移過去斬擊耶 這個非常強勢耶 太猛了吧 所以這些角色也是個頂級的神角啊 所以旭哥推薦的都是最強的神角啊 好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這邊啊 這個T0最強的神角 官方認證的 還有這個三隻最強的神角呢 就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開局啊 必養的這三隻 必抽 好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 禮品嘛 對話嘛 遊戲的虛寶修 獨家最新都在旭哥的頻道 好那我們下一集攻略見了